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到了石乎兰成长的季节 你会发现最近下雨,所以石乎兰成长得很快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雨中带有氮的含量 但是雨也是一个很脏的选择之一 因为通常会带有一些细菌或是一些病毒之类的 所以呢,淋雨有好处有坏处 前几天我就看有人在官业织务的社团里头说 大家觉得淋雨不是,有人说淋雨长得很快啊 对啊,那是不是把它丢去淋雨呢 那淋完了以后,它的植株就大量生病 真的,淋雨是一个好处也是一个缺点 因为对于抗病性不好的植物而言 淋雨就等于会让它死掉 因为淋一淋它就生病了,就死掉了 细菌性感染啊之类的 那天空石乎还好 那现在进入到了夏天以后 就是天空石乎成长的季节 所以如果你要种天空石乎的话 现在是开始它的成长季 记得天空石乎大概在10月多左右 就会开始停止成长 南部会比较晚 南部可能到11月多左右 还会再长一些些 春芽跟秋芽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现在是6月 6到7,7到8,8到9,9到10,10到11 就只有4个月左右可以成长 如果在北部的话 那南部呢,大概就是大概5个月左右可以成长 那成长期这么短的状况下呢 要让它长到比较不错的状况呢 你就需要施肥啦 那它可以使用几种肥料 一种是溢肥 对不对 那一种是有机肥 或者是固肥 那固肥的话就绑在上面 有些人会把它绑在上面 对不对 像最近我会慢慢的再把固肥加上去 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会把固肥取下来 因为冬天的时候如果你浇水 它下雨没有那么频繁的话 固肥很容易伤根 有的时候呢 会造成它的根部的死亡 那你看它现在已经长成 大概已经长了大概30公分左右 非常的快 因为最近下雨的关系 记得天空石虎喜欢水 所以如果你快速 你给它快速的那个化学肥的话 它会长得很快 像这一颗理论上 可以长到一公尺以上 到两公尺左右 这颗是一颗超长的天空石虎 所以它可以长很快 也可以长很长 所以它成长期只有6到7 7到8 8到9 9到10 大概4个月到5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必须要长到一两公尺左右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的建议说 你现在如果要给肥的话 可以开始给肥了 那给一些生长肥 它会长得不错 会长得不错 那同样呢 不同的兰花 现在都是大量成长的状态 有些兰花进到夏天 太热的时候 它会停止生长 像有些比较怕热的死忽兰 到了夏天 像现在已经几乎 都是30度以上的温度了 那有些到这个季节 会开始停止休眠 会进入 进入有点下眠的时间 夏天休眠的时间 不过天空石虎 没有什么差别 它会继续的长 所以记得给它 足够的水分 如果你上板的话 就是每天焦 每天焦 基本上每天焦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有的时候甚至 如果你会发现 它叶子还是热热 早晚焦也是可以的 基本上就是要足够的水分 让它成长 那当然你要注意一下 像有没有虫药 或者是有没有下雨 基本上天空石虎 下雨不太会烂 不太会烂 除非是 连续下雨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那一种 不然是它在下雨的 期间会长非常非常快 那所以在天空石虎的 养护上呢 现在是一个关键期 开始要给它肥料了 记得给它足够的肥料 它会开始成长 18磅类的也是一样 现在开始进入成长季 所以呢 肥料就是要跟上 像我现在已经开始 转成有机 我是用有机肥 但是它是 算是比较淡肥 比较多的一种肥料 那淡肥比较多的肥料 它就开始成长 那记得淡肥太多 其实它会长速加快 但是会比较不容易抗病 所以其实你在使用上的时候 还是要遵照肥料的建议使用方式 当然薄肥多是最好的 如果你能每天喷 然后稀释到一万分之一 那是最好的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千五百分之一 或者是两千分之一 然后一个礼拜喷一次 那个是比较好状 有些人会把它加到那个水饮头 当做浇水的模式 每天做 那也是可以的 那效果其实那个会比较好一些些 毕竟肥料这个东西 它每天吸收相对而言会比较好 那你也可以只喷叶肥 叶面的肥料 只喷叶面 那它成长状况也会不错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喷的话 我建议是喷晚上的时候喷 兰花呢 它是晚上气孔会打开 那这时候它会从气孔肥料进去 效果会比较好 白天的效果会比较没那么好 因为跟它的特性有关 它跟一般的我们外面所看到的 有些西山植物不太一样 它的气孔是晚上打开的 基本上兰花的气孔 应该都是白天会关闭 关闭 那这一棵呢 我还蛮期待今年 今年进入第二年 所以它应该 照理说这一梗 应该可以长到一两公尺左右 偏一两公尺 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小小牙 那最近我看卖家又有在卖 可能到时候会再买 买个两三颗回来玩一下 弄个天空十湖瀑瀑 其实非常的好看 那18磅一样 现在进入到成长季 像这个是18磅 那你会发现它开始大量的成长 给它肥料 基本上它的成长季也是一样 差不多时间 就是差不多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都没有那么长 那像这个就准备进入开花的 这个就是 这个是那个 虫存 虫存 那基本上虫存呢 到大概五月多左右 有些人已经开始开了 那现在你看 阳光状况够的时候 它就慢慢这样肥大起来 肥大起来 那一样 夏天呢 这种板子 如果是板子的话 它就是易干 易干的状况 现在就是多给它水 就对了 基本上 那就算不给肥也要给水 因为它不然会慢慢的干死 尤其是夏天的那个增扇作用 非常的大 非常大 这个时候状况 如果你不给足够的水的话 有可能会出问题 那 基本上 就是 同样的 这个是贝壳石壶 你看它也是开始成长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这样子 石壶兰 重大的成长季节 只能长到 十月多左右的时间 它不像有一些兰花 它可以继续成长 像 黄花石壶 像这个 这个是我少数能在阳台活的黄花石壶 其他的都送去我朋友的园子了 这一棵 那这一棵呢 秋天也长 春天也长 那之前它 不小心让它材质坏掉 所以现在 重新移到板子上 它根又上来了 那它是少数在我这个阳台中 长得不错的 那难得 可以活下来的 其他都死光光了 那简单来讲呢 它就是 这种石壶兰 就是春天长 秋天长 那基本上都会长 所以就不用担心它 秋冬的状况 因为它不会掉夜 也不太会掉夜 冬天的时候还是会掉夜 不过基本上它秋天的时候 它来秋牙的时候 会继续成长 这个是它的优点之一 品种 这个品种优点是这样子 就是不需要去进水 那怕就是 但是有问题点 就是有些阳台不好养 那有些原子也不好养 这个是麻烦的地方 那之前因为 为什么换到这个板子 是因为原本用蛇木板 蛇木板养了有一段时间了 后来就慢慢的酸化 那酸化以后 它根就死掉了 根死掉以后 我就换成这个板子以后 它就重新开始长 这应该可以撑很久了 基本上可以撑个 五六年以上 没什么问题 那酸化的时候 你就很麻烦 因为它根就慢慢的死亡 所以你看 这上面这个根就死亡 中间死一半 那左边长一批 右边长一批 那这个是它的高牙 所以变成三个 小三个 那不过这个是难得 在我这边活着下来的 黄花石虎 黄花石虎 台湾的品种 好OK 那所以呢 现在是给肥的时间 只要阳光够 水分够 定时杀菌 今年应该 明年你应该还是会 会有很漂亮的 石虎兰的花铺 所以呢 现在记得 辛苦就是辛苦 在夏天的时候 乖乖的喷水 乖乖喷水 乖乖的施肥 乖乖的杀菌 乖乖的雏虫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咯